这几年一连串的房地产降温措施 对房地产发展商造成了一定的冲击 但是却有一家成立不到十年的本地发展商 在这期间茁壮成长 在去年的私宅销售排行榜当中 这个发展商一民林发展 销售成绩不输给重量级的发展商 而一民林发展的掌舵人林友 今年只有39岁 他先是加入父亲的建筑公司 在自立门户成为发展商 一起随我和他面对面 了解他这几年 每当遇到危机的时候 是怎么样化险为一的 位于盛港的这个共管公寓乐风轩 虽然有800多个单位 但是去年仍然在一片私宅市场降温声中 卖出了大部分的单位 这个项目出自一家成立不到十年的本地发展商 一民林发展公司 而掌舵的是39岁的林友顺 他在2005年入行 从父亲的建筑承包公司做起 你的父亲是建筑承包商 那你在加入公司不久之后就决定专注开发房地产项目 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念头呢 起初我加入我父亲的公司的时候 我发现到其实作为一个建筑承包商 那个风景是相当高的 利润也不是说很好 当年2005年 新加坡政府已经就是发了那两个综合娱乐层的项目的执照 而且我认为就是旅游业呢 还有人口呢 会增长嘛 外商呢 跟外国投资者也会陆陆续续进军新加坡 那会使我们新加坡房地产的价格走高 我这样想其实公司有一点资金 不如呢 就往那个房地产发展这方面去研究去着手 看能不能成为自己一个发展商 那你在开发第一个项目的时候 还碰到什么趋势或者挑战吗 当时其实可能我还真的是很年轻 那有一个买主就是很有趣的 他在我们就是给他那个option to purchase 他就问经纪就是说 可以不可以查看这个发展商的身份证 到底他是不是授权可以签这份文件 所以我就也是很无奈 不过既然那个价格也是很高 两三百万就把我的身份证交给经纪 给那个买主看 那你从中学习到什么经验呢 就是其实公司的品牌呢 也是很重要的 林友顺领军的第一个私宅项目 取得了不错的销售成绩 32个单位在六个星期内全部卖完 2007年 林友顺正式成立一名林发展公司 不再附属父亲的公司 可是一年后的全球金融海啸 成了他面临的第一个严峻考验 公司当时推出的房地产项目销售成绩都不理想 在纽顿的大型公寓只卖出10%的单位 那个时候他正准备在乌节路附近推出新项目 但急转直下的经济环境迫使他改变策略 在开发德文郡项目的时候 我知道那个时候 原本你们的示范单位已经快完成了 可是你突然决定要改变之前的建筑设计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念头呢 原本的设计是以两三卧房的单位去设计 每间可能交价都要在上百万元以上 如果真的推出的话 我相信销售成绩也会很差 就决定把它改成一个和两个卧房的公寓 从32间改成72间 从而可以把我们销售的那个价格拿到最低 示范单位原本都是做了七七八八的 就重新做 就是有一点破釜成绸的那个心情去做 可是很幸运的就是花了三天的时间 就把全部的单位给售出 在去年一月份你推出 位于胜港的这个私宅项目的时候 你也当机立断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可以谈谈当时的情况吗 那是去年一月十一日 但是我还在办公室看那个胜港乐风轩的蓝图 就在六点左右我就接收了一个电话 就通知我说国家发展部有新的降温措施 我就问那个经纪说 以你估计如果现在马上销售可以卖多少间 他就跟我讲说初步估计可能可以卖两百间吧 如果我不在那晚及时售出呢 到了隔天那个降温措施时行之后呢 可能两百间都没有 所以那时仅仅的数半个小时的时间 我其实感觉那半个小时时间压力实在大 我觉得我可能老了十年 林友顺就在降温措施公布的当晚推出项目 结果一个晚上卖掉了四百多个单位 这次的经历也让他上了宝贵的一课 那就是计划总赶不上变化 所以快速应对市场变化是成败关键 除了具备当机立断的决策魄力 由附近的公司承包建筑工程 也让林友顺能够更准确地掌握建筑成本 公司因此日益壮大 推出的项目除了私宅 还有私人组屋和工业房地产 过去五年的平均年营业额达到两亿元 公司至今已经发展了超过 两千个住宅和工业单位 作为年轻的掌舵人 林友顺有自己的一套管理法则 其实我也放手让员工做一些决定 我要给他们那个信心就是说 你做的那个决定不管对还是错 我全权接受那个责任 如果你样样都干涉 不放手给他们去做 他们无形的就会对你非常依赖 那一天如果你病了 那整个公司就没有人能做决定了 那对公司的那个业绩一定是不好的 让员工有机会发挥才能 细心观察市场动态 是林友顺的经营哲学 未来他希望能够在本地的房地产业发展史上 留下更深刻的足迹 除了本地市场之外 林友顺也准备开拓海外市场 包括马来西亚 缅甸和中国等市场 而他最终的目标是成为一家拥有自己资产的地产公司 赚取稳定的租金回报 另外 政府的房地产降温措施 让房地产市场的热度减弱 林友顺反而认为公司能够从中受贿 这是为什么呢 答案就在我们的面部网页中 网址是facebook.com slash moneyweek 生活费这个课题 这个星期成为讨论的焦点 广告回来 一周财经将报道